好 先來看到是中國 北京最近暴雨成災 而且是連六百年都沒有淹過水的紫禁城 這次都被大水給淹了 這個事情在這個微博上 也引起了熱烈討論 為什麼呢 因為有傳言說的案情不單純 說這個是習政權的不祥之兆 再加上習近平最近對內 正在進行官場大清洗 讓這些大官再度成了 這個全世界最危險的這個行業之一 而且對外習近平態度 似乎也更強硬了 馬敏寬 大北京地區兩天的時間 下下的兩年的雨量 各位出不出事 現在真的是出大事了 但中國對外能要強硬 我們先來看 之前中國就說 這個稀土 我們中國佔全世界百分之六十以上 我就要進 所以進了加 進了折 但就在這兩天 特別又進 他這次進的特別奇怪 先說 中國的無人機 在全世界的出口佔百分之七十 但其中呢 高端的一個部分的話 他的整個市占相對來說 還更高一點點 那現在呢 他就說了 為了要維護國家的安全的利益 目前要禁止大疆的高端 無人機的出口 只要你跟我們中國之間 有所謂的貿易上 或者是商務上不和諧 我們就禁止他出口 那這件事情會怎麼延伸呢 我們再來看下去 但現在另外一件事情 美國商務部現在非常的擔心 發生什麼事呢 目前全球的晶片是兩樣型 我們有跟各位說過 高端晶片是搶都搶不到 所以現在中國呢 他們據傳用五倍的價格 在搶所謂的相關AI晶片 但又起 現在有個麻煩 二十八奈米以上沿路一直延伸 延伸到四十五奈米 這個過去叫傳統晶片 傳統晶片用在很多地方 用在冷氣 用在冰箱 用在很多的車用的部分 但現在中國做 做非常多 目前的歐洲也在做 所以如果中國過度的生產 所謂的傳統晶片的話 過量的晶片 價格會崩跌 那崩跌完之後 會對全世界的經濟 產生非常重要的一個影響 這一點要怎麼協調呢 但現在全世界都在看一件事 中國的火箭軍 火箭軍過去 叫二砲單位 一砲就是傳統的一個砲彈 二砲就是不需載體的 所以這個叫火箭軍 但又起 現在來看 火箭軍的高層長官被團滅了 發生什麼事呢 今天是中國的八一艦軍節 那八一艦軍節不能供火箭軍 一直沒司令啊 習近平已經公佈了 人事就位 所以拍了這張照片 拍出這張照片之後 全世界的政治觀察家一看 事情不對 發生什麼事呢 目前就整個火箭軍來說的話 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這個是一個要人頭的一個工作 為什麼呢 火箭軍的新司令叫王后濱 目前的政委叫徐熙聖 貓逆來啦 好啊 什麼貓逆 王后濱是海軍戒調過來的 然後徐熙聖是空軍戒調過來的 那你火箭軍 你們家的整個直系系統往上走 現在人在哪邊呢 先跟各位說人通通不見了 人通通都不見了 一折一折來說 好這個是今天香港報紙所說的 各位你去想 這個人叫誰呢 這個人叫吳國華 吳國華之前呢 整個中國官方的一個媒體是說他腦力選 然後呢民間的小報 各地都在說 包括了港媒 包括新加坡 包括臺灣的說法是 他在家親身 然後呢 又起第一個貓膩 中央大員 兩顆星過去是副司令退休的 一個整個三里的場面這麼冷清 各位你覺得對嗎 這個場面喔 兩顆星的中央大員喔 然後重點是呢 港媒還說 他的老上司叫張曉陽 特別跑出來說 說哎呀你們不知道啊 他的壓力工作壓力很大 而且家庭問題很嚴重 所以他就在家中的一個廁所親身了 然後這時候呢 所有中國的網友真厲害 中國的網友一看就說 欸不對啊 吳國華過去三年的時間 第一個我們剛好跟各位說 他是中央大員 兩顆星副司令退休的 他住在北京最高級的別墅區 過去三年他日子過得挺悠哉的 在家寒一弄孫 也沒有所謂的家庭問題啊 怎麼會突然間說走就走呢 而且正常來說 中國這些司令員退休的 都活到八九十歲 第一個他活很輕 很早就回去了 而且重點是密不發傷 還有第二件事情 密不發傷就怪了 現在的火箭軍的司令叫李玉超 不知道人在哪邊 現在的火箭軍的副司令 叫劉光斌 人不知道在哪邊 這兩個人過去都是他的手下 團滅 團滅 真的是團滅啊 所以目前呢 整個特別還派了一個張曉陽來 然後張曉陽一看呢 共產黨當中 所謂的紅派子弟 從家裡面一繫下來 所以他是負責出來幹嘛的 所以種種的跡象來看 火箭軍一定有大問題 那火箭軍有什麼問題呢 反正習近平現在已經拍板了 今天八月一號 所有的事情就到這邊了 海軍借一個空軍借一個 那火箭軍呢 火箭軍當中一定有一個重大的秘密 被洩漏出去 再來看另外一件事情 就在這兩天 湖南常德的一個副市長 他的名字叫龐坡 龐坡真奇怪 前兩天還出巡 出巡的時候 據傳他在發布命令的時候 他還熊啾啾氣昂昂 就在這一兩天 突然間出巡完之後 就傳出了說他跳水輕生 所以現在很多人就在說 現在中國的貪官糟糕了 過去的貪官走的叫官司系統 所以從劍報入獄 打官司沿路走沿路走沿路走 那現在會不會是長官級了 不要打官司了 直接就把你喀喀處理掉 發生什麼事呢 因為目前根據中國跟整個媒體的一個說法 這個龐坡不得了 這個副市長 他在家裡面已經親身了 對不對 大家就去他家裡面搜查 也不對啊 他親身了 你去他們家搜查什麼 一搜查不得了 家裡面有一億人民幣現金 欸這很奇怪 他前幾天才威風淋淋的出巡 沒有錯 所以現在到底是發生什麼事呢 所以中國的官場 不管是所謂的文場還是武場 現在問題都非常非常多 但現在中國有更大的一個問題 我們來看 中國現在的重中之重叫北京 北京這兩天的一個大暴雨 讓大家嚇死人了 為什麼呢 我們有跟各位說兩天的時間下下兩年的雨量 所以那種很多求救的一個路線 各位去看超誇張的 尤其這個地方是橋欸 直接衝斷 剛才那個人直接在那邊搬對不對 另外那個人其實也自身難救 我們所看到的這個地方不是河欸 旁邊是加油站 你有沒有看到 那個是路 這是路欸 路完全就變成河了 好多人多輛車是連人帶車 直接被沖走喔 然後有些路呢 慢慢現在水已經退了對不對 根據媒體的一個報導 好多那種往生的通通浮出來了 所以現在是道路成為河流 汽車直接被沖走 路面還直接貪方 所以這種畫面 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生 那目前的情況遭到什麼地步呢 沒有人知道 因為現在水財慢慢在退 他們說北京地區沒有碰過這麼大的雨 然後現在的還有住客求救 他們說什麼呢 他們說他們去住最高級的五星級飯店 結果飯店被沖破 沖破完第一個他們的車被沖走 沖走完之後 整個飯店現在東倒西歪 沒有熱水沒有電 他們說他們回家都沒有辦法 這個是整個北京最頂級的豪華奢華酒店 一個晚上要一萬塊人民幣的 哇這在北京 而且這個大洪水來得很快 我們剛剛看到還有一個人 抱住這個電線桿啊 現在都不知道該要怎麼辦 然後現在很多人就說 這難道真的是不祥之兆嗎 來我們來看 紫禁城已經做好了六百年了 之前紫禁城非常的驕傲 他們說他們底下有所謂的各種的暗流 那個暗流會把紫禁城的水給帶走 紫禁城過去六百年沒有淹過水 這次扛不住了 淹了整個扛不住這次的不祥之兆 特別是在皇后的慈寧宮 我們就看到那個小朋友就在那邊踢水 踢來踢去踢來踢去的 為什麼呢 很多人就在說北京到底是什麼呢 第一個會下這麼大的一個大暴雨 第二個現在的水利工程通通都跟不上 但最近呢 包括了解放軍 包括了所謂的長官 很多的事情 我們來看 目前的習近平應該是一個頭 兩個大